Yo 我是老威 這一款MG獵魔的第六型態的配件包 你要買幾包呢 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買複數啦 所以你可能為了要湊到一到六個型態 基本上是不是可能要買個兩三盒 因為畢竟你如果獵魔有六隻的話 然後你要湊成六個型態的話 其實這個應該要買多一點 那我也是覺得說萬代可能考慮到說 大家已經獵魔買那麼多 然後配件包買這麼多 所以他就是單純出配件包 算蠻佛心的 就是我原本以為第六型態他會再另外出一款 然後就是很多人會為了那一款 然後能夠湊成一到六個系列 所以又買了一大堆第六型態就是的本體這樣 但沒想到我覺得萬代這次 獵魔這款算是佛心 他居然只出配件而已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說 就是這一款配件包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然後我也蠻期待就是天狼跟天狼王 能夠趕快出個MG 對 那他應該是先出MB啦 不會先出MG 好我們趕快來開箱一下吧 可以看到說他這次的配件啊 就是真的是給的蠻多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為了要配那個本體啦 所以基本上這全部都是配件 我覺得比較酷的就是他這邊還有坦克車 坦克車的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HG有出這個坦克車嘛 就是那個坦克車還蠻好 因為蠻多人想要就是 因為原本HG是黑黑的嘛 小小的 那他這次就是連坦克車都放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蠻值得的 就是如果有些人會為了坦克車 然後多買幾顆這樣子 一打開板件啊就可以看到說 哇這個他的那個 不知道那個大卡鉗嗎 大卡鉗就是還蠻大一顆的 然後這邊應該這個應該是一些水貼的樣子吧 板件部分的話就是我覺得 那一個就是鉗子啊 真的算是蠻大的一個模型 那可以看到說這個鋸子狀啊 我覺得都算是做的還蠻棒的 那裡面還有再附一個人 這是團長吧 好然後可以看到說就是白色的板件就這樣 其實我覺得 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原本以為說板件會比較細碎一點 但他就是比較大片的板件這樣子 那顏色部分的話就是剛剛的白色啊 還有這個就是黑色的部分 但我覺得細節其實都算是做的還蠻漂亮 就是細節都有就是那些溝槽其實都有做到 這個應該是坦克車的底部吧 一些車輪的一些部分 然後裡面這個感覺好像天狼王後面那根那個 椅吧 所以我覺得這款做起來就是如果套到第六型態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算是蠻划算的 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是鉗子部分的那個裡面啊 所以像鉗子其實也不是就是慶菜揍手 它就是還是有分件這樣子 好來看一下說明書吧 我覺得這個這一款真的算是蠻有誠意的 而且板件也算給的蠻多的 基本上它前面的部分的話都是分成就是怎麼去組這個套件啊 然後後面部分的話就告訴你說這個套件要怎麼把它裝到就是這個本體上面去 我覺得主要就是我覺得很多人真的是為了這根武器啊 第六型態我覺得它最有亮點就是這個武器真的跟平常鋼彈的那種 光速炮啊光速槍不太一樣真的是蠻有造型的 好可以看一下最後就是告訴你說怎麼上水貼啦 這款就開到這邊啦 不曉得你買了是幾盒呢 我們下期再見囉拜拜